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今天我站在这里回首,看着自己曾经的足迹,这里Conistoga是一个转折点,也是新的起点。 还记得刚来加拿大的时候,你还只是一个心怀憧憬和忐忑的少年。 这里的高中跟国内有些差别,轻松而开放的课堂环境让你适应了好一阵子。 你呢,也像从前一样,喜欢着物理、化学两门从小最喜爱的理科。 高中里成绩不错,于是之后抱着好奇和试一试的心态,你放弃了其他两所大学纯理科专业, 而选择了洛瑞尔大学的商科和计算机双学位的offer。 那是一个充实也疲惫的学年,你拼命努力着,也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。 可是无奈,商科与你所喜爱的理科实在差别太大。 对表达能力跟社交能力的高要求,令有些内向初来乍到的你疲于应付。 大量的团队活动、小组作业,以及洛瑞尔大学对商科分数的高要求,让学习变成了一种负担。 终于,在那个夏天,正在七十分及格线苦苦挣扎的你,终于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。 你想要选择一门自己喜欢的学科专业。 多亏了朋友和家人的推荐,你知道了康尼斯多嘎的理工学院。 起初,因为不了解加拿大的教育体制,你总是对college带着一种偏见。 后来才发现,这里的生活跟之前没什么两样,而且更多了坐在实验台前的时间。 对你而言,那简直是最兴奋、最开心的时间了。 你选择了电器工程专业,并且热爱着这门喜欢的学科一直到现在。 Jason,你要记得学以致用,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。 你要记得你走过的那些弯路,那些坎坷。 你要记得你的选择,你的放弃。 同时,也别忘了你对生活的热爱。 那篮球场上、足球场上挥洒的汗水,你与家人在世界各个角落留下的身影。 还有,你与朋友们那些欢聚的时光。 记得,当初选择来到Konisoga不是怯弱的退缩,而是你从未放弃追寻自己的梦想。 愿你初心不复,一腔热忱,初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。 Jason 谁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视频道